全球大鬥條 現在加入我們是國一生主播彭欣 欣欣草安 好 剛剛我們其實在七點多的時候 我們兩個有針對拜登的言論進行分析 那麼普京呢 拜登美國跟俄羅斯關係呢 他用了這個制作Rupture 徹底是破裂的意識 而且呢 拜登此時此刻 他完全沒有打算跟普京對話 普京方面如何 他怎麼反映國際社會 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譴責 陳希 拜登不只是用Rupture 完全破裂來形容美俄的關係 他還指控了普京就是侵略者 普京對於烏克蘭的侵略呢 會使得俄羅斯付出沉重的代價 同時拜登還用了另外一個字 就是Pariot來形容普京 是被國際舞台遺棄 拋棄 甚至是蔑視的邊緣人 而這些字眼其實都是很嚴重的指控 普京反而是兩手一攤 說他也是在沒有選擇之下 做的開戰決定 但是呢 一據觀察 其實普京還沒有使出他的王牌 雖然的確已經造成烏克蘭人民的傷亡 但是他目前比較像是在示威 好 欣欣 怎麼看他的布局 普京今天最新的說法是說 他採取的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是別無選擇的 沒有選擇 他才會這麼做 但是他同時也強調俄羅斯 是不會破壞世界經濟體系的 這個是有暗示嗎 我們來看在普京今天談話之前 其實克里姆寧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就先說了 如果烏克蘭當局準備好討論 俄羅斯提出來的問題的話 那麼莫斯科就願意坐下來和基輔來談判 甚至提出了兩個可能性的條件 因此今天全球大頭條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俄羅斯全面開戰之後 今天拜登記者會上 大家都在關心 拜登到底要拿什麼出來強烈回應普京呢 拜登說普京完全沒有道理的發動戰爭 是想要重建蘇聯 但是這樣的情況呢 只是讓俄羅斯變得更衰弱而已 而且也讓普京自己成為國際舞台的邊緣人 拜登說美國去年其實已經援助過 烏克蘭6.5億美元的國防預算 因此現在不管是這個時候 還是說是未來 其實美軍都絕對不會再去到烏克蘭 與俄羅斯軍隊來進行交戰 可是美國這個時候的態度 還是強調一定會保護 保衛北約盟國的每一寸領土 我們來看的是說 在接下來拜登 他其實在針對這些警告之外 他其實也有提出新的制裁 國際都在看這制裁 到底有沒有效 來看看這一則整理報導 烏克蘭第二大城東北部的哈爾科夫 第三大城中部重鎮蒂涅伯羅 俄國多點進攻 烏克蘭全境包含首都基辅在內 至少八大城市傳來烽火 拜登說目前不打算和普京對話 並在美東時間二十四號 再對俄羅斯的經濟扣下板機 白宮追加九大制裁行動 其中包含凍結俄羅斯政要載美資產 切斷掌握三分之一 俄國人民存款的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 與美國金融系統的往來 也封鎖另外四家主要銀行 凍結旗下所有載美資產 並且阻斷莫斯科取得半導體 電訊設備等尖端技術的管道 要削弱俄羅斯的高科技競爭力 英國、日本、加拿大制裁手段 同樣再加碼 雖然西方國家連環出權 但還是被質疑效果有限 因為想抽斷莫斯科銀根 卻迟迟沒將俄羅斯 踢出國際關鍵的貿易支付系統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而且普京本人也完全沒被制裁 歐盟外長波瑞爾說 這是歐洲二戰以來最黑暗的時刻 西斧街頭已經出現 大批逃難出城的車潮 有烏克蘭民眾直接徒步走到 鄰近的匈牙利和波蘭避難 中歐國家已經著手建立難民走廊 準備接收這波烏克蘭難民 協助度過烏爾危機下 最動盪的時刻 金新聞 洛英州成為報導 雖然國際現在都在觀察說 到底這些制裁對於普京來說 到底有沒有實質上的效果 或者是說對於俄羅斯來講 有沒有全面性的這個衝擊呢 現在看到的是說 其實普京他在做了這個開戰的動作 甚至已經持續之後呢 其實他也沒有想到的是 現在目前俄羅斯其實已經 損失的七兆這麼多了 那麼拜登說美國和G7都會持續 再對普京實施更多的限制手段 只是內容還要再討論 這個時候我們要看到的是BBC報導 現在俄羅斯軍隊的坦克 除了進到烏克蘭的第二大城的 哈爾科夫這個部分之外 哈爾科夫和基輔都被炮火攻擊了 而且現在戰火都還在持續延燒當中 烏克蘭的衛生部長利亞斯科 他說在俄羅斯軍隊發動攻擊之後 至少已經有造成57人死亡 169人受傷 那麼現在裡頭也包含了戰爭情況導致的 或者是非戰爭的傷害 而俄軍發動的攻擊也算出來的 至少有203次 那麼從宣布展開特殊軍事行動 當時天還沒有亮 只聽得到炮聲極響 後來再看到的就是烏克蘭的邊境上面 有這樣的多管火箭炮 研判俄羅斯軍隊是先開炮射擊 接著才派出坦克軍車大舉的躍進 而這當中 飛彈火炮其實都用上了 那麼突破烏克蘭的地面防線之外 甚至連空中的防線也突破了 因為多管火箭炮的出動 是讓烏克蘭緊急的關閉的機場 還有全烏克蘭的領空 同時當時還有警告 可能存在誤認或者是會蓄意瞄準 民航機的風險 要所有的班機全部避開來 在烏克蘭的上空 那麼接下來烏克蘭基輔的郊區上空 就看到了俄羅斯軍用直升機 直接飛越 同時在裡頭盤旋 俄羅斯國防部甚至在行動之後 還大聲嚷嚷 已經摧毀了烏克蘭74個地面軍事設施 裡頭包含了11座的烏克蘭空軍基地 但是俄羅斯國防部長蕭伊古這個時候 一軟一硬嗎 據說還下令對烏克蘭軍隊展現尊重 說只要是繳械投降的人 都能確保安全 但是俄羅斯自己也有損失 他們自己有飛行員操作失誤 結果造成一架俄羅斯蘇凱攻擊機損毀 那麼蘇凱這個攻擊機 它其實也是在這個月 俄羅斯在軍演的時候 才受過的軍武之一 暫時之前其實俄羅斯除了邊境 19萬大軍集結之外 其實也在南部黑海部署了艦隊 俄羅斯海軍當中的這個黑海艦隊 兩棲特遣部隊登陸艦叫做明斯克號 它很厲害的是 它可以運載10輛主戰坦克 或者是24輛裝甲戰車一次上 以及將近200名的士兵 一起執行搶灘登陸的兩棲作戰任務 那麼普京現在說俄羅斯在敦巴斯地區 採取特別軍事行動是沒有選擇的情況才做的 那麼他也說了其實俄羅斯是不會破壞世界經濟體系的 不過要有一個前提就是俄羅斯還持續在這個全球經濟體系 當中這似乎是有暗示 那麼克里姆林公發言人佩斯科夫他說了 在普京說話之前他提到 如果烏克蘭當局準備好討論俄羅斯提出來的問題 那麼莫斯科是願意和基辅談判的 但是這裡頭是有條件的 我們聽聽普京他怎麼說 我們聽聽普京他怎麼說 普京的說話似乎是給了一個談判的空間嗎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烏克蘭現在有緊急的這個總動員令 說是18歲到60歲的男性公民現在是禁止離開烏克蘭 因為現在烏克蘭緊急要召兵要來應對整個俄羅斯的一個進攻 那麼一舉是核勢老角色的法國總統馬克宏今天又出面了 他和普京通過電話進行了一次說是坦率的交談 而這也是大規模入侵烏克蘭之後呢 其實現在知道普京第一次和西方領袖的第一次接觸 那麼普京據說和馬克宏詳盡的解釋 他決定採取特殊軍事行動背後的整個理由還有情況 可是馬克宏在電話當中還是直接的要求俄羅斯要停止對烏克蘭的攻勢 普京聽進去了嗎 普京的決定如何呢 現在軍事專家在英國每日郵報直接撰文預測 普京從烏克蘭的北面南面到東面進軍 甚至最後突破了西面 那麼下一步他的做法是什麼 現在預測說可能會施法納粹德國時期總理希特勒來進行閃電戰 也就是速戰速決 而這專家也預測俄羅斯會先在空戰當中至少打成平手 甚至是取得優勢地位再接著是摧毀砲擊後強大的裝甲部隊 就會衝破敵軍的前線來深入敵軍的後方 這個是俄羅斯最擅長的 接著再繞過敵軍來強烈反擊據點 同時使得敵軍能進行迷失 最後成功包圍同時殲滅所有的敵軍 那麼這可能是俄羅斯想出來對於烏克蘭做的下一步 而且是要迅速的進兵把這個對手打個措手不及 因此現在烏克蘭的總動員力有沒有效 現在目前都還在觀察 當俄羅斯軍隊如果採取這個戰術的話 那麼普京也會想要比自己原先所希望的取得更多的成就 同時也在剛剛我們提到的可不可以在和談當中取得主導地位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俄羅斯其實他們在境內也有不同的聲音 39個城市有反戰示威抗議上演 我們來看現場最新狀況 普京到底在想什麼 揮擊軍的時候其實俄羅斯還見了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 傳出來如果歐洲最後是不買俄羅斯能源的話 那麼巴基斯坦買 因為巴基斯坦總理他說了俄羅斯要重啟過去這個拖延很久 而且連結兩國的天然氣管線的這個計劃 因此現在外媒就分析烏俄衝突 讓俄羅斯可能失去了部分供給歐洲能源的機會 但是現在巴基斯坦想要趁虛而入來拉攏俄羅斯 來滿足巴基斯坦國內的自己能源的需求 那麼烏爾開打烏克蘭南部的奧德薩港口 也宣布要暫停作業一直到進一步通知為止 這個消息是因為關係到台灣 像是陽明海運它有航行烏克蘭的急貨船 但是現在是沒有彎靠在這個奧德薩港的 或者是行進奧德薩港的區域 而其實烏爾開打影響最大的是油價 我們看到的是國際油價的這個飆漲 那麼烏克蘭雖然有股物的輸出 但是在全球的試占率是不到一成的 因此現在散裝航運業者以及貨主都在觀望 都在等候如果戰士非常緊急的話 保險公司就會大幅來提高保費 那麼船公司就會放棄航行這個區域 可是呢只要是有船員不願意去的 那麼船隻也不會航行到烏克蘭 估計這個情緒的影響在後續是比較大的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油價上漲 運價當然就會跟著上漲囉 那麼另外一部分就是要關注的是中歐班列 其實也有經過烏克蘭 可是因為現在是冬季風雪的關係 原本開出的班次就很少了 現在很多的這個貨載都暫停是以鐵路運送的 衝突正式爆發了引發全球各地關注 明明就是烏爾開打 可是這當中台灣卻成了推特流行趨勢的關鍵詞 裡頭甚至還有排行榜 當然第一個就是烏克蘭的 但是第二個就是很多人現在都在關注的 是不是下一個開打的地方是台灣呢 因此讓台灣也上了這個推特熱搜的第二名 以上是全球大頭條時間交換主播 新秘的進入 海報 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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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